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兩粒,進階食法每天八粒。 我們敏滴裏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膚痕癢,皮膚過敏,主副手,對皮膚脫落和氣管過敏都有幫助。 我們繼續說愛和包容,無論男友好,一定有愛和包容才可以維持一段關係。 即使你初識的男女朋友,也要多給一些愛心和包容對方的缺陷和缺點。 以Molly的經驗來說,你可以分享一下嗎? 包容,包容其實呢,譬如我講一些同居生活的關係。 譬如我曾經聽過有一個真實的個案,就是有一個男人想找我辦離婚手足。 我為什麼會想到包容這個項目呢? 其實是擠牙膏那麼簡單。 她說我老婆不喜歡擠牙膏長短。 我心想這些就是包容。 其實擠牙膏長短不是什麼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去完廁所,那個鐵板。 不吹廁所。 不吹廁所。 或者是不沖廁水。 或者是那個板,你知道是男人的啦。 每天都到處都是。 其實包容就是太太, 或者是幫她, 即是每天我們清潔一下廁所板。 即是你說去去就不喜歡的了。 因為男性的動物是, 我剛才說過, 要快的嘛。 什麼都要。 這些就是少了一些細心的。 但是我又聽過有些男人肯坐廁所板去廁所。 就是, 你可以說要怕老婆, 即是又或者是一個。 不是,怕老婆要坐在廁所板, 我只是第一次聽的。 就是她寧願。 如果大不大的, 那就坐在那裡正常吧。 不是, 少都坐在那裡。 少都坐在那裡嗎? 那不是有問題嗎? 我真的聽過, 少都坐在那裡。 即是器官有問題嗎? 不是, 她是太愛她的太太。 因為你坐在那裡, 不用她的太太罵。 我真的煞斷你啊。 喂, 坐在那裡也會弄髒的啊, 男師妹。 你們認為坐在那裡是不是不會弄髒啊? 我又不覺得啊。 不知道啊, 我聽完就覺得啊, 這個男人也起碼為了太太著想。 其實雙方面要為大家著想的。 即是在一個生活情況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缺點和優點, 其實是多些去欣賞對方的優點, 而是少些去說對方的缺點。 當真是忍受不了的時候, 就拿出來大家去商量。 即是譬如說回廁所板的事件為例, 啊, 老公啊, 你可不可以下次去洗手間的時候, 去得乾淨一些啊? 那你是不是聽起來會很順意啊? 即是相反來說, 通常不是啊, 你啊, 麻煩你弄乾淨一些吧, 弄髒難看。 是啊, 甚至乎有些語氣更難聽。 喂, 你下次去好一點啊, 那你是不是還好? 你不是平時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啦, 我是演員來的嘛。 你不記得我吐電影明年上映嗎? 因為我看得多, 我聽得多, 那些通常是一些, 不要說扁, 不要說扁, 不是一個行業, 通常都是一些清潔的姐姐說的。 咦, 我老公啊, 我老公啊, 昨天啊, 又睡到腳腳聲。 那不是啊, 我覺得你兩夫妻一起住, 不用那麼客氣嗎? 都不是的, 某程度上你尊重, 其實是很窩心的, 譬如當, 為何兩夫妻去到, 譬如可能二十多年, 三十年後或四十年後, 因為你天天對著嘛, 忍啊, 忍啊, 但是某程度上, 譬如你說, 最初就叫Honey, 然後就老公, 然後就潛收, 然後遲些就說, 衰公, 衰婆, 那你在彈彈廳也看到很多的, 對, 還有兩班, 是啊, 譬如說, 老公就拿著, 我們當這是報紙, 老公就是這樣的, 你不是肩膀嗎? 然後老公就, 不是肩膀, 然後老公就, 老婆會說什麼, 喂, 死佬吃什麼? 死佬其實很窩心的, 今天又搶蛋, 哎, 你都親老八十, 糖尿又高, 血糖又高, 哎, 這些不適合你吃的了, 不適合你吃的了, 哎, 你吃粥就算了, 給一碗白粥就算了, 譬如你聽完, 你是不是覺得, 我肯定當是白粥, 是的, 你聽完你是不是覺得, 都不是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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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演繹拍拖的時候, 給你看了, 拍拖的時候就不是了, Honey, 你吃什麼好啊, 吃什麼好啊, 嘩, 有腸, 有蛋, 嘩, 還好啊, 我們要養小蚊仔, 哎呀, 吃蛋, 腸粉就算了, 是啊, 但是這樣啊, Honey, 你那天生了粒倉, 這裡生了粒倉, 吃這些就有義氣, 但是我想吃鹹水果, 是啊, 我們都演繹得, 就是這樣了, 為什麼我們要, 然後就死了, 喂, 你們兩工房很快點叫, 蛤, 你們有沒有坐下吃霸王餐啊, 蛤, 你們睡覺啊, 是啊,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就是, 初初相識, 和結婚之後, 那個不同的情況, 那其實我們可以, 拿個中位數啊,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經驗啊, 是啊, 其實我們拿個中位數, 不要說太sweet, 太甜蜜, 又不用說太過, 好像貶低對方一樣,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都會老, 老當然會巢皮, 當然會屠藍帶, 當然會走樣的, 其實我們要, 我們要愛對方的內在美, 你記住內在美很重要, 但其實我覺得兩個人相處, 一定這些缺點, 會走出來的, 會的, 一定會的, 缺點就會多過優點, 優點, 本來優點, 明明煮飯給你吃, 都OK的, 但是煮來煮去, 都是這兩美, 出去吃, 出去吃又貴, 吃又不是, 不吃又不是, 對著他, 回家睡, 不是, 即是回家睡覺, 做自己的事, 明明就是, 天天又這樣, 天天又這樣, 那是不是應該, 做些失辣, 做些生意呢? 現在呢, 我們是二十一年代, 我又聽過, 在外國, 有些夫妻, 真的一個星期, 要溫馨的時候, 才在同間房間, 我真的聽過, 這個人是, 即是分開房間睡, 溫馨的時候, 才同一間房間, 甚至乎, 一間屋裡面, 兩間房間, 各有各的天地, 要溫馨的時候, 才在一間房間, 做完又走開, 即是我真的有聽過, 或者譬如, 可能試一下, 一些現代的年輕人, 或者是年輕一輩, 可以其實參考一下這個模式, 都幾好, 因為其實久了真的會, 像你所說, 那個人又天天對著, 事情又天天不變, 其實偶爾要去旅行, 床只有一張, 分房間睡, 就變得更加分開了大家, 更加是, 少了機會, 會在一起, 溫馨, 不, 其實同一間屋裡面, 都可以, 都可以, 一起去share, 去共用, 因為始終都是同一個地方, 但是, 這個是一個參考, 大家, 接不接納, 其實我覺得, 應該要, 就好像剛才所說, 破冰, 就要搞一些新意思, 所謂新意思, 不是說, 在家裏做什麼新意思, 最好就是, 多些來參加我的活動, 活動你去吃男生也不行, 那你呢, 譬如去, 我可以考慮, 做了你這個節目, 搞一些for couple的都可以, for couple的, for, 拍拖, 即是一坨坨的, 來玩都可以的, 即是兩大類, 本身在拍拖的那些, 怎樣去, 有些火花, 就是多些去, 去, 即是, 不要很regular, 常常都是會這樣, 可能有些破冰, 即是破, 不是破冰, 是不是突出的, 即是破例, 即是破例, 新意思, 去旅行, 或者去一間餐廳吃一下, 隨便一邊, 去製造一些生意, 就不會說死固固, 即是, 我們要, 通常去旅行, 去旅行是很好的, 即是, 即是你去兩天一夜, 現在在聽網台的朋友, 本身是否單身, 我真的很想知道, 即是, 2-way溝通, 我們想知道, 會不會很多人在家裡, 在家裡聽, 或者現在在心機, 在聽, 我們其實有沒有辦法, 找到這些資料呢? 我要找Albert哥哥, Albert哥哥已經告訴我, Albert哥哥已經告訴我, Albert本身是巴打台裡面的, 應該是一些職員, 他就告訴我, 大多數巴打台的聽眾, 75%都是男士, 其二25%是女士, 如果年齡層方面, 就40-70歲, 40-70歲來講, 一不就退休, 一不就未退休, 但是就, 搭日中年, 即是可能一些, 放空時間, 或者是, 搭車時間, 搭巴士時間, 現在不搭地鐵, 搭巴士時間, 又聽, 網台, 但是看樣子的機會不多, 所以我今天, 不是太扮靚, 但我都盡量好一點, 因為, 如果不扮靚一點, 又怎能吸引到人看呢? 我又會覺得是, 即是, 移用是很重要的, 你不好少少, 別人又怎能留在你呢? 即是, 起碼端妝, 清潔整齊, 即是精神, 精神神, 譬如今天, 我搭巴士過來, 我都覺得, 有些男士坐在旁邊, 他們其實可以再移用好一點, 即是, 體味, 不是講理, 是一些男士, 是OK的, 但是, 可能, 擦牙又擦不乾淨, 或者, 又, 又, 有些衣服, 又嬚嬚哭 有些是很好的, 先移用 後破冰 是的 移用都很重要 譬如有很多男士 一般來說衣著品味 有些是很好的 有些是很肢整的 有些是很簡單的 男士發覺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如果我們說怎樣幫助一些不肢整的男士 那天你上身穿白色 那你就穿上頭仔褲 配合藍色 那你白色做藍色就挺好的 譬如說紅色你們都考慮穿的 因為紅色不只是女性的天地 譬如你皮膚白 穿紅色都挺好看的 看上去很sharp 那黃色都挺好看的 那這隻的顏色都好 那天愛的男士是比較簡單的 簡單一點 例如哪些顏色 乾淨整潔就可以了 那你的要求也不高 都可以 其實我沒有什麼要求 我會教人 但我的要求也不太高 你如果這樣說 你這個就算是一個男士的形象也不是要求的 還有她是整年都揹著那個袋子 或者揹著那件西裝 吃午飯的時候又見她 即是遞天時都穿西裝出去 那你說了些汗 你回到公司的又是一股味 那她是不覺得的 因為自己是一股味 所以我覺得清潔在男士來說是首要的 是啊 變成有時候有些都可以披一下汗味的 除了止汗劑之外 剛才我幫Fiona噴的水 都是可以止汗的 即是可以披到味的 因為其實我也有 那我希望可以這些提示 可以給到一些男士 本身對自己沒有信心的 首先要注意而用 注意而用之後 其次就要內在 內在就要 take care 女士 要拿個心出來去幫人的心態 還有要講一下笑 暫中也要講一下笑 因為女性很喜歡男士哄她開心 是啊 即是你很目睹在那裡 是啊 要講一下笑 有些人很有學歷 又有什麼牌子 什麼牌子 什麼牌子 但是她整個臉都很囂張 好像很professional 那些樣子是不可行的 即是因為你覺得這個人 太嚴肅了 不用我到鼻子那麼高 即是某程度有些笑話 吸引到一些異性 那別人會留意你 那便失敗了 是啊 是啊 或者我都可以介紹一下 一些很吸引異性的男性朋友 介紹給你上來做一下節目 吸引異性的男性朋友 即是她是男性 那上來給你訪問一下 那她是怎樣爛掌 是怎樣 是很會生生的 那就是我們現在 即是我公司的一位 她叫幫幫 我叫她幫幫 下次請幫幫過來做訪問 是的 可以請她過來聊聊聊 她比我說話還沒 是 是 分享給大家的心態 是的 還有她又可以介紹 教一下男子怎樣衣著品味 是 怎樣談吐 即是有不同的年紀 又有不同的衣著品味 是的 她都很適合我們剛才你說的 這個range的男子聽 是的 自己要不要放棄自己 即是不要經常躲在家裡 不要放棄自己 聽著的耳筒 塞著的耳筒 聽網台嗎 在家裏做個宅男 不需要的 如果未有對象的 就要出動了 是的 如果這樣發掘一下自己的興趣 譬如說 問一下自己 喜歡行山 喜歡唱歌 喜歡跳舞 那現在喜歡攝影 就讓女生出來參加 這個最好的 喜歡行山的最好 健康一族 是的 喜歡攝影是最好的 女性很喜歡被人拍照 是的 喜歡攝影是最好的 行山一旦健康二旦 可以聊聊天 健康就有首要 是的 有時候有夠石頭 一定 你上不上來 我上不上來 我扶你 拉你上來 然後手就拖著 承被花開開山啊 還有一句 是呀 試試給她摸摸 摸摸摸 哈哈 走山幾好的 其實 立即著的了 走山很快著的 那些男士說 我等了很多年 就是這個 啊 上山居客 扶一扶的廟 就是你的 是的 我有一群情侶是真的這樣的 是的 他們拍了拖 我也不知道 是嗎 在哪個山上 忘記了 他們有一次 本來的節目是我去行的 誰知我沒有空 我叫了我的朋友去 誰知他們就拖著了 噢 這麼快啊 等了多久 拍了多久 我第二天只不過問他們 行山怎樣 行不行好嗎 行啊 然後 哎呀 我和誰在一起 噢 我也很快 我也很恭喜他們 是的 我身邊也有一些女生 三十多歲左右 哎呀 她很慘 不是很照顧自己的 body 不斷在那裡飛飛飛飛 但是想認識男朋友 然後發現我受不了 怎麼辦呢 然後就希望 變成你們覺得 應該是要保持著心態 就是說 Keep it 而且又可以保持著自己的心態 認識男朋友 當你萬一放棄自己肥了的時候 你想找男朋友 找女朋友的時候 就比較難些少 是啊 那我們這一節呢 暫時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繼續聊 好了 OK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女士的頭髮不夠 你也會保持著 寬死 那麼多